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例子 那是媽媽她很警覺 她生雙胞胎 一男一女龍鳳胎 然後大家都說 她那個女兒很皮 因為坐上車子一直爬 然後那個兒子很乖 就是很安靜 然後很聽話這樣 一歲多 要一歲半左右 她媽媽那天就推著車來 我的門診 她就說 我今天要來看的問題是 我沒有覺得我女兒很皮 我覺得我兒子太安靜 我覺得不對勁 然後後來我就評估 評估完之後我就說 我覺得妳的直覺是有道理的 然後我就送早療 然後就發現 其實心理師也同意 真的治療師也同意 就是那個安靜的那個 反而是真的需要幫助的 所以真的媽媽 她是氣而不捨 她不是說只找一次 她找了很多次醫生 要確定她這個直覺 所以其實媽媽還滿準的 所以她是要相信直覺 她那個孩子不講話是有直病 對 她是直逼 就是一樣的 所以她很早就發生 因為她一歲多 所以她早療就很快 後來就上手 後來多年後 我在演講的時候碰到她 她就坐在底下 然後那個小孩已經長大了 然後就跟我說 你還記得她嗎 然後那個孩子 經過醫學早療的團隊幫助她 她會打招呼 然後會跟我說醫生叔叔好 所以你看了就還滿感動的 所以一般像王老師 還有黃醫師提到的這種 就是其實家長願意 找專業人士或到醫院 真的已經是非常難得 真的 那但是呢 就是已經進入早療的過程裡面 多半我看到都是媽媽更辛苦 所以我遇到比較多都是 90%都是媽媽帶來 那媽媽因此要更多請假 不然就是要辭職的地步 那我遇到的案例是 這個孩子發展遲緩 來找我治療 那一開始都好好的 那也治療得不錯 那有一天我就看到小孩的 眼眶有瘀青 然後那個瘀青不像是自己受傷的 很像就是被打到的 那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都會非常的緊張 所以我就是拐彎問很多說 你們最近有沒有出去玩啊 然後小朋友走路穩不穩啊 還是有跟誰一起相處等等 結果媽媽就聽出了 我想要問她的瘀青 結果她就說 黃老師你是不是要猜我家暴 我沒有啦 那不是家暴 就是因為我跟我先生在爭執的時候 那不小心丟東西 然後我先生就丟了國蓋 射到小孩 啊啊啊啊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欸怎麼會這樣 他說因為他們一直 他們雙新家庭 然後喬那個請假喬不容 然後先生已經很少來了 還不願意請假 然後一吵就辛酬就恨一起吵 所以每次動手都是她先生 反正不是不願意請假 就是會先吵先動手 的這種組隊友 然後媽媽就很難過很難過 但是因為一般來講 家長都是下班才有時間帶孩子來 所以我們夜間的 診已經都排很滿 然後我就是 好我知道了 就是拜託同事 想辦法擠出半小時給這個個案 之後他們可以 下班再帶來的時候 就比較好感情就沒有 不過這個爸爸媽媽在這些 帶小朋友上課的過程中 我覺得爸爸媽媽的心態不太一樣 媽媽會擔心希望她趕快好 可是爸爸不是不擔心 我的分析是 我不太能接受 我的孩子是這樣 想面對 這是 對 不太想面對 爸爸對我們專業人士 會不斷的質疑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男生 他會不是像 像我碰到一對夫妻 可能他年紀大生了小孩 他就說 我小孩是送你語言教診 啞巴不會講話 他媽媽就翻臉說 男生會比較像很消極 對 來來來 教育不同調 豬隊友狂逞後腿超惱人 因為我跟永賢 是不同的環境長大的 我是在美國 我在美國長大 但是我爸爸是一個軍人 然後是在台灣長大的 然後永賢媽媽就是一個外國人 所以我們對教育的這東西 是完全不同的想法 永賢就覺得說 去學校就是好玩 然後就是要有他的一種自由 然後他慢慢會有他自己的發展 所以他做功課 只要認真應該就OK 那艾力克斯你會不會有軍人的那種 制式化的教育 會啊 那是我們以前在家裡做考試寫字 我爸都要來看的 晚上我寫的那個 比如說寫ABC有沒有在線內 規矩 譬如說5加5等於 等於他要用尺這樣畫 畫嗎 哇塞 要很均 每個東西都要這樣 然後每次要看我的那個成績單 然後我兩個哥哥的成績單都非常好 都是95 100分 所以我回家譬如說 我們在示範 爸爸說你去考幾分 我說92分 他就搖頭 壓力好大 二哥考幾分 95 大哥考幾分 99 哇 92 每次92好爛喔 那你很希望升老師對不對 我會再來一個 還有一個天底的 老師又考100分 對 所以我那種壓力 所以我現在教育小孩 我也是一樣 我發現我就是跟我爸一模一樣 嗯 我回家你考幾分 92 為什麼92 嗯 你做錯什麼 哦 哇 泳賢看到92 哇你好棒 你知道 但是有 現在也長久了 我從他的角度也開始看 我覺得是pretty good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我也搞不清楚了現在 因為 讓我覺得我小朋友 他有時候考試不開心 或者上學不開心 對 對啊 壓力太大 會承受 但是我 因為我一直為什麼堅持 因為我跟他講說 我們 你在家裡是 你在學校現在是這樣子 以後不是這樣子 以後就是平 你出了到 大學畢業的時候 什麼都是拚的 一定是拚 誰拚的最厲害 就是賺到最好的 最好的這個工作 可是我們家裡的教育 最好的機會 我的教育 我不一樣 我都是偷爸爸的張蓋嘛 我們是學媽媽的牽引 我是學媽媽的牽引 然後你這 你這還可以 你這還可以描這樣子 我現在牽得比我爸還好 你知道嗎 爸 這樣他還要教育小孩 你為什麼考99 你 我就是這樣子 你爸媽不是管你 我爸媽不可能管我 所以我今天才會這樣子 那你曾經爛成這樣子 可是 不是 因為像我弟弟 他們會覺得說兩個人 之前弟弟就會 一個是舞的 一個是文的 就是想說 不然把學業 就放在弟弟身上 不然其實這樣比較像 我自己就是會比較自卑那一種 變成我就不太愛 就是上課什麼 就是我們幹藝人的 一定是家裡成績最爛的 對 這樣講比較快 當醫生的一定是家裡成績最爛的 真的好 應該是這樣講的 對 好 我覺得這個其實很妙 就是 我們當了爸爸媽媽之後 真的教養就跟以前教養不太一樣 你看喔 以前我們哪一個人沒有那個 去學爸爸媽媽簽名 蓋章 可是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你自己的孩子 他考試卷是自己簽的話 你會怎麼辦 我覺得那個 教養不同調這件事情 從很小的時候就有發現 有一次晚上11點的時候 我一個同學 爸爸 兩歲孩子的爸爸 他就LINE我 然後最後打電話給我 我說11點多了有什麼事情 對 他說 我跟我老婆 一天到晚為了這種教養不同調 一直在吵架 吵到都已經快離婚了 我說兩歲而已有什麼好吵的 他說他的兩歲的孩子 他每天下班回去的時候 比較晚 然後呢 爸爸都跟孩子玩一玩玩一玩 完沒五分鐘 孩子就要開始生氣 然後就不跟爸爸玩 然後就在那邊哭鬧 然後呢 我說那就安撫啊 然後說 不是啊 他每一次玩一玩不跟我玩 他就說 我要找媽媽 我要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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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說 然後呢 然後他說 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他要找你啊 然後我說 這個是肯定是豬隊友的語言 我說 如果你開一部車 本來很好開的 開到不能開 然後你推給另外一個人說 你去開 開完以後 開到好開 再回來給我開 你是什麼感覺 哇 體力很好喔 因為常常 常常男生比較 因為育兒技巧 我們真的是不如女生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的時候 就會常常想要丟給另外一半 對 然後呢 玩的時候我們很會玩 然後呢 處理他的 他的那個情緒 或者是處理他的 很多很多的時候 不會處理 我們就說孩子要找你 媽媽聽了 作何感受 嗯 或者是 欸 小孩大便了 大便你不會自己換嗎 那如果你不覺得 自己在做豬隊友的事的話 你就會一直用你上一輩 上一代的 怎麼教你的那個方式 一直在教你的下一代 那兩個人就會很多衝突 聽完 王醫師講的 我覺得 因為我比較像豬隊友 我女兒子找我老公 然後跟他玩 清楚了嗎對不對 終於 終於知道了對不對 他找我老公都不找我 對 然後 可是因為我老公也比較有趣 因為他其實 以前也是在國外生活嘛 他喜歡玩 衝浪 滑蛋 跳傘 危險的事 任何危險的事 好玩的事 跳海 他也做過 好玩的 先講 雖然他很敢做大膽的事 可是他很小心 譬如說他跳海之前 他會先潛到那個海裡面看 當然 博生 對 或者是要跳傘之前 要先做一下那種工具 有計畫 對 跳傘要有跳傘對不對 要有傘 對 對 就任何安全措施 他也會先注意 可是 可是呢 因為我 當我在懷第一胎的時候 我兒子去 那個 我老公就丟了一個影片給我說 欸 我女兒八個月的時候 可不可以像影片的小孩一樣 跟我去衝浪 我嚇死了 八個月就衝浪 對 然後我是跟他說 可不可以等到一歲以後 那現在呢 我女兒已經兩歲了 我還是說可不可以再晚一點 都是這樣啊 對 然後現在就是先讓他練習玩滑板 所以呢 基本上我現在的老公都會玩電動滑板 然後抓著我女兒一起玩 那就好玩嘛 因為我老公覺得 小孩就是要練習勇敢 可是我覺得老公的勇敢都會 太勇敢 因為你知道他都不會給他戴什麼安全帽 護膝什麼的 那危險 可是因為我老公會 可是不好看啊 有時候 對 他 他只要戴兩邊 重點是我老公 還是要戴安全帽 還是要戴安全帽 我老公在玩那個之前 還摔或受傷骨折 可是他之後學到教訓 他就會慢一點 對 然後 可是他還是很大膽 比如說他就讓我女兒抓著GoPro 一隻手抓 一隻手抓爸爸大腿 就咻就流出去了 那這樣子的生活 還不如迷戀爸爸 迷戀 太好玩了嘛 對 可是媽媽就會覺得 不行嘛 你還是安全很重要 因為我們那個時代玩東西 沒有安全帽 我們以前玩滑板騎腳車 誰戴安全帽腳車 然後我老公說 下一步就是衝浪啦 滑雪啊 我很害怕 當然安全之下 但是訓練他的態度對外 你看國外回來小孩子同年齡 碰到長輩打招呼一定不一樣 台灣都是 叫人叫人 對 他不知道為什麼在躲什麼 國外回來 哎呀 你好啊 阿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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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叫我安董 哈哈哈哈 你叫我安董 我叫你阿姨 你叫安董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哦